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金健一 今天早上在日本突发的一个新闻 日本的著名演员朱内杰子,40岁,在家中死亡 然后死因,警察说可能是因为自杀 然后他今年1月份就刚生下一个男孩 所以这件事情就非常突然 所以很多日本人就非常的惊讶 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 他丈夫在东京的家中 就发现他的遗体的时间是今天凌晨2点 但是在家中没有发现遗书 所以警察在以自杀做调查 很多日本网友猜测是因为产后的抑郁症 然后再加上疫情期间就无法出门 也没办法给朋友聚会 尤其是他们这些名人,有名人 周围的眼光对他们比较严格 容易引起社会的批评 所以更不能随便出门 所以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就会胡思乱想 也有媒体说就是他在这个自己家里的卧室的衣帽间就商调自杀 这个呢跟前一阵子的日本演员就是三浦春马一样 也是在这个自己的衣帽间然后被发现的 因为呢他这个月呢就是刚参加过一个活动 而且呢就根据警察的调查 就是他去世的这个前天晚上 就是当天晚上吧他还跟家人就一家四口然后一起吃晚饭 当时呢他丈夫说当时呢没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然后呢就是吃完饭后他一个人就回到了房间 之后呢他就丈夫回到房间之后发现他的遗体 就发现了他已经去世了 因为呢我也看过他很多电视剧 感觉呢他的演技呢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呢就像我这个年代的人 基本上应该都看过他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吧 然后他在日本呢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演员 很多日本明星都说他这个人格魅力非常的好 然后性格开朗就像个男人 所以呢很多人呢就非常的惊讶 就是这件事情 他个人呢就是在2005年就与日本的歌舞伎演员 就中村失童就结婚 然后生下了个男孩 然后呢在2008年就离婚 离了婚之后呢 就去年就跟一个演员叫中林大树的人 就是又再婚 再婚之后呢在今年1月份又生下了一个男孩 所以呢就因为产后抑郁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轻度的抑郁症 因为呢就是他没有症状的这个自觉 所以呢就是也不会去看医生之类的 就这样啊 刚刚还跟朋友一起去欢乐 然后回到家里面就突然就有那种自杀的这个就想法 所以呢如果就是有心理病啊 或者是有这种抑郁的情况 尽量去看医生 然后呢另一个根据日本警方的这个公布的资料 就是今年的2020年到就现在这个今年的8月份之间 已经有13000多个人就自杀 之中呢男人是8960人 然后女人呢是4149人就自杀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晚安 Dabei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